再来的话呢 假设我放慢速度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create它 这个时候其实 它会在背后帮我 去下载 实际上当然如果你开IE软件 也会看到里面的东西 我印象好像如果把它点开来 它应该会 类似它在背后的事情 只是说我没有让它显示出来 然后 把那个table抓过来 抓到那个table里面的东西 再抓那个tr 再把那个tr的第一个 去找里面有没有td 基本上当然 它上面开图的栏一定都是th 所以应该找不到 找不到的话呢 换下一个 所以如果找到的 没有那个td的话 那就怎么样呢 帮我改成找th 所以它有找到th 那找到之后的话 帮我把什么呢 找到那个资料 怎么样呢 在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帮我放到这个里面的储存格里面 那因为我这边有那个for i i的话从零开始 所以我要放在第一列 的第几栏呢 第几栏呢 现在 所以目前是没有 所以如果没有 我应该放在第一栏 就把它加1 OK 所以这个加1是 因为我是从零开始 如果不加1 就变成第0栏 第0列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一定要加 所以我就把东西抓过来 放到哪里呢 放到第一列的第一栏 OK 各位可以看到了 这个时候这边就看到了 有没有 所以先这个 有点像一个一个 帮你抓下来 再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呢 股票带号 你会发现 它就先怎么样 把第一列 所以这个地方先把第一列里面的th 全部都帮我抓下来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就下一列的意思 所以它把所有的东西 包含这些栏位面到最低 通通抓下来了 抓下来之后换下一列 NAS指的是NAS NAS TR的意思 下一列的意思 然后帮我把下一列 资料抓下来 所以下一列 有没有TD 有TD了 所以TD部分的话 再换我抓下来 第一个里面好像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打勾 所以那里面没东西 下一个 你会发现台泥就下来了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台泥 你还在下一个就是时间 因此类推 分别把资料 这个inner test 所以实际上就利用 那个inner test 这个属性 帮我把资料 逐个逐个抓下来 好 所以因此类推 最后的话 全部 我把它全部执行完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有没有 所有的资料都放下来了 应该可以看同意思 只是说因为这里面 牵涉到蛮多的问题 像那个 网页的那个tag标签 像table tr th tt 你目前大概就只需要知道这四个 至于其他 我觉得慢慢再去了解 OK 最后的话 因为这边我觉得 第一栏多余的 所以我把第一栏给删掉了 因为这一栏好像多余的 所以我把column1 delete掉 然后最后的话 autofits 就是自动调整栏宽 OK 然后结束程式 就抓完了 但是